基督罗干了这么几件事啊 第一件事进枪 基督罗之前德国是不进枪的 他进了枪就变成枪杆在里面出生权 因为我有枪你没有 第二件事就是控制媒体 所以这两件事特别重要 就是你没枪我有枪 而且我有媒体 我能给你洗脑 大规模的修高重络 就跟我就不对比了 大规模上马各种建设 这个几万亿几万亿的上 然后成功的举办了奥运会 在36年 然后大规模的生产武器炫耀军功 然后向争议领土提出教肖 就希特勒就四步走 就走上了军人如太道路 就是后来的教训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四步的教训 大规模的公共工程 成功举办奥运会 悬要新式武器 向争议领土提出各种教肖 叫民族主义扇起来 大家爱起国来 犯我强德国者 虽远必诛 结果最后自己把多个玩惨了 现在德国只有希特勒上台的时候 大概少了三分之一 就剩这么点了的德国 所以不要走完这种冒险道路